那講出這種話應該都是 差很難吧 我第一個想到誰你知道嗎 這樣不就很快射出來 這才是所謂的聖人模式吧 每週一晚上六點半在 鬧大學的Youtube頻道 可以看我們的直播 到大雜貨店 我們會準備 又香又甜商 介紹給大家 記得鎖定我們 酷比鬧大學的IG啦 OK 記得看吧 小心自己 我可以的 我可以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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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 原本人 是全球人 那我們人呢 就是男生女生 合併在一起 柏拉圖之戀呢 就是有兩位男子 有一位成年的男子 去追求另一位 我要回家吃飯了 但是 一個全人球有四隻手 四隻腳 一張頭 兩個臉 那麼 因為他們力量太過強大 歡迎收看 酷比鬧大學 大家好 我是QJ 好 大家好 我是Bobby 我們今天來到了 中午國際超級馬拉松 好 超遠的 很酷 好啦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所以我們今天來問大家 你能接受柏拉圖式的愛情嗎 OK 好 我們就走 有愛無性的這個關係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光靠愛去支撐一段關係 就是 太薄弱了 相信 有些就柏拉圖愛情 今天想問我們主題 你很棒喔 不行 我覺得有些事情 抱一下情歌或是 就 可以解決 不過你的另外一半真的跟你說 欸 我就是 柏拉圖式 你那種 我就精神向的 那種 會有這樣的想法的人 就不會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們一定還有其他 想法的地方有落差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 就不會在一起 可以慢慢來 但是 不能完全沒有 那如果今天它是因為宗教的元素 就是 一定要混合還是怎麼樣 那你會 那我可能就沒辦法接受 那如果她說 欸 Maybe 我雖然不能接受 但你可以出去外面找 當然可以啊 我覺得不可能 她是覺得 我對你就是純愛啊 她是覺得 我對我身體 應該都是 超難的 我第一個想到誰你知道嗎 你就是純愛嗎 對啊 純愛 暫時 各位 我覺得男生大部分都是 超難生死亡的生物 那你身邊朋友有這種人嗎 我有聽過 就是可能男生或女生 有一個人比較想要 然後但是另外一個人 不想要的時候 有吵架過 就會覺得你為什麼不碰我 或者是你 會不會是對我身體沒有興趣 對 對 我覺得女生會 如果當男生對你 沒反應的時候 會覺得說 蛤 你說這沒興趣 對 對 吵架的時候女生 都會有這種口感 你為什麼不哄哄我 抱抱我 就是女生好像比較想要 有肢體接觸的感覺 你有沒有什麼經驗 就是可能 跟另一半對於這個 慾望有落差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會 滿足她 如果就是那種可能 早上起床 很想睡覺 然後被打擾的話 就會很想要 一拳揍過去 不是有人會說 很想被 antagon嗎 幹嘛 我真的有 convenience 那個字要 becomes 會嗎 早上男生其實 比較會想跳 往 región 這樣不是就很快 那你有經驗過嗎 有 我覺得我真的喜歡的人 我比較 不會有性的想法 就是單純只是愛這個人 不是愛他的身體 那你有探討過為什麼你會這樣賣? 那我是專情的好男人 是你講嗎? 你們覺得相不相信有愛無性這件事 相信吧 我覺得在一起也不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該有還是要有啊 我覺得可以讓感情更升溫吧 就是基本的那種就是肢體接觸什麼的 就是會讓你感覺到被愛感到 那你這樣子聽完他這樣講 你不會心動嗎? 沒有 還是會怕啊 因為就是會痛的感覺 可是我有聽過人家不是說 就是雖然有可能第一次可能會出起來 就會痛什麼 可是之後就都ok了 就很爽了 是不是? 是不是第一次會痛啊 所以就沒有那個慾望要去做這件事情 啊就像你跌倒了之後 你就知道之後怎麼做啦 所以你失敗之後 你痛了一次之後後面就知道了 你不要去吃了你就做了那個事啦 沒有我只是好奇啦 應該也不信吧 不信 我蠻相信的 我看到雪蓮喝喝的 開始辯論 你都辯論喔 不知道 我覺得那個 心理上契合比較重要 就是你講什麼他都懂 然後這樣會覺得比較開心 不是啊如果只有心理的話 這樣子可能就 感覺沒有愛的感覺 好像有道理 欸? 那沒有在嗎? 我都還沒講到欸 太色了吧 如果小時候可能還相信 可能現在不相信 小時候是指還沒有 所以我們這樣還不會搭帳頭的時候嗎? 對差不多應該就是那個 好 有可能啊 基督教不是就 就會 你喜歡這個人 你就會想跟他瑟瑟 那你怎麼會覺得 你喜歡這個人 你不會想跟他瑟瑟 你懂我的意思嗎? 嗯 有沒有喔 但我還好 為什麼 你沒有很喜歡瑟瑟 對啊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 有問題 那假如你今天另外一半 嗯 他就是說我普拉圖是 我不想要跟你有發生那種關係 那就不會在一起 如果就只有那種精神上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麼像 就是我自己想的愛情 他很漂亮 喔 那我想一下 哈哈哈哈 你們兩個 為什麼也太容易被說服了吧 那你們覺得 性跟愛是可以分離的嗎? 應該可以吧 可是就是沒有愛的性 不會快樂 那如果今天女朋友 她沒有失求 但她說 你可以出去解決你的失求 等一下 這樣 這種女朋友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感覺就是在 在交往以前就會先知道吧 嗯 就是多多少少少會問一下 所以你可能知道她是這種人 你有辦法就是 就 我不能接受你這種 如果說真的很喜歡 對方還是可以接受 感覺生活還是要有點激情 就是 不能是那種平淡 嗯 還是要缺少的那一塊 就是缺了一個情趣 我覺得還好 爽就爽那一下 安 但是 如果是真命天女 就是你可以一整天跟你 覺得很除得來的人 在一起 這才是所謂的聖人模式吧 我想問 呃 等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好可愛 這是要對鏡頭的各位嗎 我想要問一下三位 你們覺得 有愛無性的情感存在嗎 可能有吧 應該有吧 應該有 她在你們的生活中 比例佔多少 性這一塊 現在是0 哈哈哈 可憐啊 哈哈哈 她可以我就可以啊 我是不接受 有性就會有愛啊 那假設她今天像天主教 有些就是說 婚前不能性行為 我在交往前 會確認她有沒有性教 她在基督教 我又覺得不交往 我相信 那我也相信好了 欸 什麼東西 你不能跟著她 你自己耶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還是其實你們的感情 是超過友誼 有愛無性啊 我剛剛就是有愛無性 哦 可以可以 那你覺得如何 並沒有 暈嗎 不暈 哦 如果今天你喜歡的人 她是這一種想法 因為她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純愛 那你們是有辦法接受嗎 可能我愛她 我就會接受她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可能就是 彼此溝通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 就可能 呃 找 另外一個 找另外一個女朋友 還是另外一個 呃什麼的友 都可以 哦 那當然是性愛 從天亮往到天黑 這一路艱辛的走來 街坊終於告一段落了 是的 請問Bobby 您今天這樣子一整天下來 對於什麼事情印象最深刻呢 啊你們是在演 不行嗎 很愛演 Bobby有演我也想演一下啊 下次給Q再演 好好好 不能剪掉 其實你們現在做飯超像被蜘蛛 什麼蜘蛛 蜘蛛 真美吧 這是一個所剩女耶 好啦 我覺得呢 今天就是其實還蠻多 令我想不到的 很多人其實都沒有辦法 接受柏拉圖之戀這個 但我覺得像我印象最深刻 有一個女生 柏拉圖之戀在全球上面 人家說好像大概是 2%的存在 但我覺得那個女的已經 非常符合那個特質 就是他完全就是可以無性啊 的那一塊我覺得厲害 我今天覺得統整下來 感覺大家是對於這一種東西 抱持著 模擬兩可的心態 好像可能真的存在 但我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比較接收 比較大多的消息是這樣 其實性不是一個全然的啦 就是他那個比重 有些人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好像其實也還好 對 他是一個增溫 然後維持這一段愛意的 對 一個就是 讓大家可以 元素啊 維持更長久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 算開開眼界 看了很多不同的事物 聽到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平常 不太會聊這個的東西 真的是不會聊 對 好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一定要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知不知道柏拉圖之戀 然後你們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 然後喜歡我跟喜歡QJ的 也一定要去記得 我們的TikTok IG 你有TikTok嗎 哦 對 好 你有Youtube嗎 沒有 沒有 然後還有我Youtube 到底最近新唱片 對 第三集片 對 第三集 第三集 三集片 三集片 好啦 然後更多幕後花絮 就可以在 下課五分鐘 如果有什麼 想要看我們 街坊什麼樣的素材 底下留言都可以再告訴我們 不然 最近那邊都一直問我 QJ你最近有沒有什麼想拍的 最近想拍什麼 我什麼 什麼都沒有想 我最近冬天到了 真的是我的冬眠時間 冬眠 啊 我先睡了啊 Good Night Bye Bye 成功 最後不忘說一個成功 就是那邊 固守的傳統 成功 好 睡 睡了 冬眠啊 冬眠 貝貝都鋪好了 怎麼有道理不睡呢 下次再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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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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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